近日,凯尔特人球星杰伦比布朗接受采访,谈到很多话题,记者问他是否愿意长期留在波士顿,布朗这样回答,我不确定,但我会待在被需要的地方,留在被正确对待的地方,伟大的球员也不能保证在一支球队中老,乔丹就是在其才退役的。 谈到自己跟塔图姆的关系时,布朗回应,我和塔图姆从未真正争吵过,我能在最关键的事情上跟他共存,但我们俩的球迷很难相处容。 恰,其实我更喜欢一个人待着,喜欢有独处的空间,因为这是最健康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。 去年休赛期,凯尔特人用杰伦比布朗加德里克比怀特振一个选秀权报价杜兰特,大狼网拒绝了。 这次接受采访,杰伦重提交易留言,KD和塔图姆是朋友,经常一起训练。 当时我不确定球队的,发展方向,找到史蒂文斯和塔图姆,进行了一次三方会议。 球迷以为那事儿翻篇了,但布朗还记得。 记者Logan Murdoch报道,绿军老板格罗斯贝克和总裁史蒂文斯,多次向杰伦比布朗保证,不会将其交易,但布朗并不相信。 他们先是这样和你说,但是关起门来又是另一种说法,把你当成交易筹码。 看完杰伦最近的采访,很多凯尔特人球迷开始担忧,他想离队了吗?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,绿军一直把塔图姆当成舰队基石,布朗的战术地位只能排在第二位。 而且布朗不止一次卷入交易流言,与其等着被球队交易,不如自己主动求变。 布朗目前的合同是4年1.06亿美元,2024年夏天到期。 对比希罗、普尔等人的大合同,布朗性价比太高了。 今年休赛期,布朗有资格跟凯尔特人提前续约,他这次接受采访,也是给绿军管理层施压。 再不给鼎星,我可真的要走了。 本赛季布朗场军出战36.1分钟,得到26.7分6.9篮板3.4助攻1.2强断。 三项命中率49.2%,34.4%和77.4%。 塔图姆场军出战37.4分钟,得到30.1分8.9篮板4.7助攻1强断。 三项命中率45.9%,34.4%和85.3%。 塔图姆本赛季的表现可谓高开低走。 赛季之初,他一度领跑MVP排行榜,到目前仅排第四位。 近六场比赛,塔图姆只有一场命中率超过50%。 想坐稳球队老大的位置,必须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表现。 如今他确实稳定性不足,凯尔特人的战绩同样如此。 长时间高居联盟第一,现在已经跌到东部第二,落后熊路2.5个胜场。 而且76人已经追上来了,仅落后绿军0.5个胜场。 布朗也许并非铁了心想走,他只是追求更高的战术地位,更大的合同。